大家好,我是郭艾修三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一下氢能源 那么像今天龙头美景能源涨停 那么像美景,以及呢,歪在东翼 宝峰能源,后部部分,宝太龙 包括呢,像富雷特庄,怎么去看 龙头涨停,氢能能跑起飞 可能很多古有呢,又会存在各种遐想 那么首先呢,先表达自己的观点 氢能,未来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走势呢,注定是一搏三折的 就是它的一个持续爆发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其实呢,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的轮动的可能性却是非常的不低 好,那么为什么呢 它背后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 当前大的一个可以说是跨出国界 全国际化的一个话题 叫什么,就碳中和,碳大风 那么呢,对应的像清洁能源 这一块的话呢 因为对应的像 轻能它也是达成共识的一个 就是呢,它是属于没有比这更加清洁的能源 所以说呢 它的前未来是前途,未来是光明的 但是道路是曲折的 这个曲折呢 主要是它一个是技术 技术层面的一个进步 在这的话呢,它的基础设施 其实呢,当前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就是欠缺的地方还是比较多 所以说呢,当前更多的还是朝 未来的想象力 以及那朝概念 当然技术也会有些进步 所以说呢,对于整个清能 那么近期我们会发现的话呢 例如像光伏,风电,清能 其实呢,它持起比辅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好 那么为什么走势注定一波三折呢 因为 对于清能来讲的话呢 它是一个小众的板块 它对于资金的容纳量 容纳量没这么高 那么怎么才能够成为主流的热点呢 比如举个例子 像新能源车 它是一个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的话呢 例如说像敌电池也好 包括呢 像特斯拉 包括像无人驾驶 包括呢 像充电桩等等 它是汽车电子等等 它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它能够容纳更多的 不管是大机构 足利 油资 它能够容纳更多的资金的一个进场 那么像之前呢 像探中和为什么呢 可以成为一个主流的热点 一个是政策体制 第二呢 它的容纳度比较高 其实呢 对应的 不管是 对应的像 与光伏建筑也好 还是说是像一些 碳交易方向的也好 还是说是像一些 与清洁能源相关的也好 等等 以及能减排相关的也好 它是一个 它的容纳率比较高 好 所以说呢 因为对于轻能个人的判断的话呢 就属于 它有 它只是一个轮动性的一个机会点 它想要持续成为主流热点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这是对它的态度 然后呢 咱们结合个股 具体个股具体分析 好 首先的话呢 咱给大家分享一下核心的观念 这个观念的话呢 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讲会 如果说你真的理解了 可能对你的收益 对你的帮助可能是一生的 所有的逻辑和预期 都必须通过资金来起作用 所以分析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环 非常重要的一环 要分析板块的成交量 要分析个股的成交量的变动 因为呢 你对于有的说呢 对于股有来讲 可能会又要一种困惑 什么困惑呢 哎 这一只个五 这也好 那也好 它为什么就是不涨呢 基本面也可以 然后呢 它的一个主营方向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不涨呢 其实一定能够从它的成交量上面看出问题 它一定是 就是再好的逻辑 再好的 再好的想象力 再好的基本面 没有资金不断的融入 它就涨不起来 只要说有资金的不断的融入 资金不断的进场 它就能涨 这就是 就是所有的逻辑和预期 它通过资金来起作用 好 第二 所有的判断 都必须以实际走势为准程来校正 就是任何人的主观判断来讲 都是有可能会犯错的 但是呢 实际走势 强就是强 弱就是弱 那么虽然拐点的时候要应对 好 那么呢 一厢情愿 第三点 一厢情愿的遐想 偏执 妄念 不信邪 都是要注定 是要吃大亏的 好 那么观察板块能够有持续性的话 咱们前面讲到过要通过三个要素 资金 风向标和趋势 咱们今天的也会从这三个维度来进行分析 轻能源后面会怎么走 或者是还有没有机会 好 那么我们来看 首先 先看一下 美景能源 那么像美景能源 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其实咱们对他的一个跟踪 次数已经比较多了 那么对应的话呢 首先这一只个股 它今天是属于涨停 而且呢涨停开板 涨停再开板再涨停 好 它属于这样的一个方量 那么这一只个股后面会怎么走呢 因为 它当前已经成为该方向的一个风向标 好 那么既然作为该方向的风向标来讲的话 那么先说今天风次涨停 后面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我们要结合它的历史去看 也是其他的一只股性来去看 那么我们会发现 好 咱们来看它前面几次出现涨停板的时候 好 那么在这个位置 底位出现涨停 涨停过之后干嘛呢 出现它是属于小的节奏点的一个突破 是个起点 而后的话呢 出现震荡之后呢 再往上走了一波 好 然后呢连续冲高过之后 出现在出现涨停 那么好 咱们来看一下历史的一个走势 大家呢 能够改变一些偏执 改变一些妄念 这个位置冲高 然后呢回落 这个位置第二次出现涨停之后 就是呢 在上沿的一个节点 涨停 然后呢冲高 回落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上一次 好 这个位置涨停 第二天的话呢 高开或者是冲高之后 后面的堆呢 又是这样的一个回落 什么意思呢 对于美景能源当前的一个大的一个走势来讲 从他的股性的一个视角来看 他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增当上的一个节奏当中 那么今天是属于增当上的一个节奏当中 结合历史的一个股性来去看 那么呢 他接下来也一说呢 今天涨停了 那么在明天中午 明天只要不是涨停板 就是卖点 就是短期的卖点 这是对他的一个从股性的角度来讲 做出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好 这是一个视角 那么 这是作为第一个判断 第一个层面呢 第二个层面的一个判断是什么呢 看来多抽期 多抽期来讲呢 其实当前的位置呢 他是属于从月开线来讲 他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圆弧底啊 MSD金叉上零 零桌上方 这是月开线来表达 他属于典型的圆弧底的周发 属于低点在抬高 高点也在抬高 好 那么看看周开线 周开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其实他是一个底部 刚刚开始往上爬的 刚刚开始往上爬的话呢 对应的 他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增大上的一个节奏 MSD呢 也是长度就在零桌上方 当前的周开线 是金叉状态 红度拉长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日式开线 日开线的话呢 那么今天他实际上是一个 以涨停的帮助 突破前面高点 量能的话呢 很大 MSD呢 红度再度拉长 也说呢 明天不管是英式羊 MSD的 MSD的话 他都日线的都形成不了视差 好 这是对于美机能源的 技术的一个描述 简单的一个描述 简单描述过的话呢 那么后面对他的一个 判断的话呢 应该用这几个维度去看 第一个的话呢 所以风向标的角度来讲 他如果说能够晋级 那么对于整个方向是提振 如果说呢 只要不是连板的 不是继续涨停的一个走法 不管是 冲高回落 还是属于 高开低走 还是属于 哪怕是 小阴心等等 不管怎么走 只要不是这种连板的一个走法 那么对应的话呢 是找卖点的 因为咱们今天 今天中午的时间 点评的时候也得讲到 他对他的一个判断也是如此 就是呢 能够封住 那么可以补第二天的溢价 因为他是有光 有一定的龙头光环的作用 就是呢 对于灵长板 或者对于方向的一个风向标的角度来讲 那么他的 他是有一定的光环 好 这是一个视角 那么第二呢 我们再结合五 从五块八毛五以来 他是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日线级别中枢延伸 那么中枢延伸过之后呢 期待向上离开段 这是咱们前面这样的一个推演的一种情况 推演的一种情况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回撤 其实呢 他也没有破这个中枢的上沿的一个位置 中枢上沿的位置在七位就没八 这个位置呢 也是刚刚到八块零一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在出现底分 咱们前面讲到了 在这个位置就讲到了 因为偏离五均涨停之后再冲高 偏离五均也是呢 前面高点和高点相连 要找卖点的 找卖点过之后呢 等他回撤 再结合呢 当时是有解禁的影响 有解禁的影响的话呢 那么借助这样的一个解禁的利空 往下调的深一点 如果说呢 八块钱不破 就是前面的一 日线的中枢上沿都不破 那么对应了 出现加上一个底分 就是一个机会点 如果破了 那么呢 他用中枢延伸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靠近一百四十年均线也是机会点 所以说呢 当时有这样的判断 判断过之后呢 这个位置咱们跟踪是三买转二卖 还是三买转一卖的问题 只不过呢 今天他是属于 相对来说要比较强 突破前面高点了 那么突破前面高点了 对他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那么想想冲高 也是不敢吃 只要不是连板就偏零五军 偏零五军不可追 偏零五军不可减持 偏零五军短线做卖点 只不过呢 这个位置如果下来呢 冲高冲高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会刺下来 再找新的机会点而已 他可以去反复去把握 只不过这个反复把握的话呢 不用太着急 就是呢 连续的冲高之后不用去追 如果说呢 以他的股性来看 一次又一次的 如果说都追在了相对的高点上 其实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好 这是美景能源的一个态度 他的一个作用 独立从个股的一个视角来去跟 第二的话呢 他对于整个方向 可能会有一定的提振 如果说呢 他接下来直接高给低走一根下来 那么对于整个方向 他可能会是一个反杀 就是反向的一个影响 他就是对于美景能源 别说明天 那么总结一下 明天只要不能连板 对了就是卖点 只不过呢 卖点过之后再回落下来 那么回落下来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看他的一个强度 如果说呢 冲高 给给中阳或者是 长阳或者是 明显的一个冲高 只是不是连板的做法 那么呢 指引 指引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这个高度打起来了 打起来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他离开段和进入呢 是没有被词的 没有被词的 小周期来讲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日线的一个线段上 这个线段上的话呢 同样的也是 没有被词的 而且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30分钟中枢 来进看待 30分钟来进开队的话呢 如果后面再进回落 连这个位置都不触碰的话 那么呢 回落下来 开始新的机会点 好 后面呢 如果说再往上 什么时候 补突破前面高点了 又会找新的卖点 好 这是美景能源的一个跟踪视角 好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 像 微财动力 微财动力 这一支个股呢 其实有朋友 关心说 这一支个股 它深度布局轻能 然后的话呢 如何如何好 前面的话呢 一直滴滴不休 咱们就是应对了 刚才讲的这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呢 所有的逻辑预期 都必须通过资金来起作用 那么我们来看 前面从 其实像 怀才动力 前面的话呢 从 七块钱左右 涨到二十六块二毛六 他已经有过这样哪个大牛骨的一个表现 就是呢 他历史上是有这样的牛骨基因呢 有这样的牛骨基因的话呢 那么当天他调整到什么位置呢 调整到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交替整理位附近 调到前面交替整理位附近 只不过在一百四十年均下方 一百四十年均下方呢 那么我们来看 长周期来讲 它是没有明显的持续的量能提振的 也就在近期 量能有所增加 MICD的话呢 零周上方净差状态 好 那么像 维赛东里000338 有没有走强呢 有没有走好呢 从价格来讲 他连续三个交易日 站在一百四十年均下方 而且呢 从开线组合来讲 他属于单阳不破 就是涨停板之后的话呢 连续三根开线都在涨停板 涨停的位置呢 进行整理 好 那么整理过周 像这样的个我怎么去看 也是用 如果说用多周期的一个设计呢 周开MICD呢 刚刚要形成金差 而且呢 本周的话呢 他对于上周来讲是一个强反包 强反包 加上量 这个强反包呢 一个是阳线完全覆盖掉阴线 同时的话呢 量的方大都是强反包 强反包的话呢 对应了后面的回刺 对应了个人认为是机会点 这个后面 如果说有这样的回刺的话呢 他可能对应了更多的是机会点的一个认定 好 那么我们再来就看 从残论的一个视角 这是一笔上一笔下一笔上一笔下 他这个三分钟中书 比如说呢他的一个做法呢 从16块4的位置 他是一个30分钟级别的盘整上涨 那么这个位置呢 对应了他是30分钟的中书 好 30分钟书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对应了 一这个位置呢 是30分钟向上离开段的内部 这个离开段的目前为止还不能视为总软 也说呢 这个位置还可能出现一个分钟级别的调整 分钟级别的震荡震荡过周呢 完全可以呢 继续往上 继续往上的话呢 那么他还是属于这个30分钟的 30分钟维度上面的一个向上离开段的内部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如果说调整的深 就是呢冲高过周一旦 好 这个针呢 再往上 他的力度和前面相比是减弱的 那么也是要找卖点的 找卖点过周呢 如果说回落下来 给一个分钟 5分钟或者1分钟级别的乡下的主持类型 回落下来 只要不破30分钟中上延 他又是一个机会点 那么对应了30分钟上延的这个位置呢 在18块三毛市 也就是说呢 这是一个观察的一个视角 然后我们再来看 用更小级别 用更小级别的话呢 就是从 16块888向上反弹 他对应的话 其实当前只是在组建 只是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一分钟的中枢延伸 来看 所以说呢 对于 回财东力来讲的话呢 对待这样的个股的一个跟踪视角 简单来讲 震荡回次不破140 咱们前面也是前面也是这样的一个 喷段 回次 震荡 只要说到不破140 在140年均线 在140年均线上方运行 贴着140年均线的 都作为一个观察点 作为一个机会点的去对待 好 那么后面呢 如果再往上观察量能不能跟上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往上走 量呢 如果没有明显的跟上 而时尔的话呢 出现呃 偏向于滞涨的一个角度 或者是防范 偏对不均 那么向上的是要找卖点的 等他再次回次 下来 只要不破30分钟中枢的上演18块三毛四 又会对应新的机会点 好 也就是说呢 任何的个股 任何的板块方向 核心要看资金有没有持续性 资金有持续性 机会才能有持续性 增量市场机会大于风险 存量市场风险大于机会 好 这是微财东利的一个表达 如果结合 从马来看的话呢 那么他对应了下方 在这个长周期之上的一个震荡平台 下方的存法呢 已经比较集中 因为下方的支撑相对的说比较强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边看 像宝峰能源 好 宝峰能源 咱们也是通过刚才几个维度去看 第一个呢 从量能来讲 那么这一只个我当前 他已经面出现实质星 就是今天的话呢 出现这样的实质星 那么他的一个手法 整体来讲的话呢 这个为了上涨 量能是缩减的 这叫什么 这叫量价背离 已经出现一定的量价的 只不过他的趋势没有坏而已 五十三一百四 还属于多多排列 他一直沿着五天均线的 向他爬升 所以说呢 他的趋势是没有坏 只不过呢 上涨过程当中 他的多方的力量不强 就是没有进攻的趋势 还没有坏 但是呢 他也没有进攻的 这样的一个姿态 而且咱们前面跟踪的视角 是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中枢来去看待 那么既然作为中枢来去看待的话 他是有一个成压区 成压区 那么中枢的上沿对他来讲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压力的一个作用在 所以这是保分能源 那么接下来跟踪视角的话呢 很简单 因为呢 下方五十三一百四十年均线 立的比较近 立的比较近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从趋势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不妨把下方地点和地点相连 基本上和一百四十年均线相相吻合 也说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因为他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环掌 环掌之后呢 往往对应的是什么剧情呢 对应的是击掌或击跌 像这里给我要么向上加速 要么的话出现大鹰马 就是后面呢 他很容易出现的要么是属于 呃 就是这种小鹰小羊的话呢 他不是一种常态 就是击掌 就是还掌之后 对应的要么是击掌 要么是击跌 后面的话呢 要么是向上加速 补量 把这前面这个平台给遇过去 好 这是一种剧情 这是走强的剧情 走强的剧情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这是一种 呃 后面可能震荡之后呢 还能再往上 但是呢 如果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几跌 向下 那么呢 对应的 就是短线而言 如果说呢 武军守不入 然后一旦出现这种向下的有做法呢 即时的去避险 然后呢 接手一下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 或者是140年局限的位置 如果回到140年局限始终不破 守得入 那么呢 甚至呢 把这个节点呢 作为新的观察点呢 就对待 他就是保护能源的一个态度 而且呢 讲到环 就是从走势结构 从传统的一个经验角度来讲 例如当前的三分指数 他也是 好 那么前面的话呢 他就属于一根苍阳过之后 连续三天 他就属于这样的一个环长上缩量 环长上缩量的话呢 那么后面对应的话呢 要么是机长 要么是级别 因为考虑到什么呢 考虑到上方有一个高层下区 这个高层下区呢 一个是3500点的位置 一个是上方高点和高点相连 他就高层下区 所以说呢 想要出现机长 可能性比较小一点 难度大一点 如果不能出现机长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环长过周呢 顾面对应的 他出现极跌的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说呢 这也是为什么要防范风险 好 这是保分能源 那么我们再看后部股份 后部股份的话 咱们前面也做过多次进行点评 点评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因为他前面有过一次 减持 好 因为前面有一只 有一个减持的一个影响 它基本面是扭亏的 那么没有减持的时候呢 咱们前面给作为点评 点评的基点呢 当时是作为这样的拐点 点评过之后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 震荡上 涨停 涨停之后呢 再进震荡 其实呢 从残忍的一个视角来看 的话呢 小周期的一个维度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30分钟中枢 好 中枢的话呢 那么是一个向上突破 当时讲到这个基点 是一个突破的做法 突破之后的话呢 又回撤 再向上反弹 现在反弹当前的话 它的量呢 也有呈现多方 能量来讲 有衰竭 有初步衰竭的迹象 如果说用60分钟来看的话呢 它是60分钟顶利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像 后扑股份这样的个股呢 减持 加上多方力量 是一个衰竭 所以说呢 向上不能去追 但是如果说 从趋势的一个维度来看 低点和低点相连 持三连均线 还能去守一下 如果说这个位置不破 如果不排除的话呢 这可以作为更 作为次级别的 这样的中枢 不排除 再往上冲一下 但是呢 考虑到量能 以及呢 60分钟顶利 以及呢 红柱持续缩短 就说呢 这样的节点呢 不适合去追了 好 这是后扑股份 而且呢 对应了像前高 以及前高前面的 这是一个 历史 这是一个箱体 这个箱体的话呢 对它来讲 也是一个沉下去 好 这是后部部分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宝泰龙 好 那么宝泰龙的一个技术 表达的话呢 对应了 昨天咱们讲到呢 昨天虽然涨停 但是呢 它是一种箱体内部的 那么今天 给出的是一个 跳空高开 优伤心 而且呢 方量 方量代表什么意思呢 而且带有明显的上行线 一代表是 有短线的资金 离场 同时带有下行线 而且呢 方量 它又代表有一定的资金成绩 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 虽然说呢 是一个 收涨4.37% 那么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突破的 突破的一个开线 昨天涨停 它没有突破 今天没有涨停 它反而是突破的一个开线 那么后面的话呢 坚守的是什么节点呢 坚守的 如果说用残论的一个视角 是可以把它作为 在这个位置呢 作为这样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中枢 而后呢 现在走BK段 现在走BK段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剧情 是个人的呢 如果说后面有这样的一个回落 是可以去把握它的一个低级的节点呢 那么日线级别的中枢 日线中枢上也在什么位置呢 在4块5毛7 也就是说呢 可以把4块5毛7呢 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这是一个日线角度 那么我们再来看 那么它 昨天掌平 掌平板的位置 也是今天留下的缺口 这个缺口的话呢 作为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也就是像这样的个股 向上不建议去追 为什么不建议去追呢 向上不建议去追 是因为它上方是有这样的沉压 而且的话呢 追高的风险本身就比较大 在前面这样的 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好 所以说呢 向上的话呢 不建议去追 但是呢 如果说回次回补一下缺口 或者呢 回落靠近下5天均线 靠近下4成年均线 那么呢 回落下来 它可能是有新的低级的节点 因为下方这样的一个 和震荡上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它是一个突破的一个走法 这个跟踪视角 好 如果说用多周期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越开线 它是一个相当 刚刚相当拐头 刚刚走出 好 msd呢 金插还没有上零周 周开线的话呢 msd金插状态零周上方 加上明天的量能 它是有望成年量价其升的 而且呢 价格刚刚突破140年 40周均线 好 所以说呢 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只要说 后面回落 贴近5周均线 或者提前144周均线 都会作为新的机会点 来去看待 用日线的角度来自 也是一样 向上的话呢 也是 一次前上方就沉压 二是 向上的话 偏离五军 不见一追 但是如果回落 靠近一下五军 就算这个 它的回落方式的话呢 要么就是 带量 下跌 带量代表资金承接 那么靠近五军 靠近13年均线 可能会存在短线的 这样的一个 机会点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在这位置没有出现深跌 而是呢 出现持续的震荡 持续的震荡 震荡 震荡的过程当中 干嘛呢 五军顺 相上顺延 13年均线相上顺延 那么它也修复 对五军的偏离的可能性 然后的话呢 接触之后的再向上 好 这是宝泰龙的一个跟踪视角 好 对应的像这类个股呢 它的一个防范节点是什么呢 可以把手板 掌停的一个 掌停气涨的位置 作为防范点 如果这样的节点守不住 其实呢 如果说从更大的维度来看的话呢 其实是期待的是什么呢 是突破有效 如果说突破有效 后面回一次呢 不破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呢 它是有机会进步走强的 如果说破了前面的 刚才日线讲到的日线 中速上延 破的话呢 那么它对应了一个剧情 又回归到这样的一个 血厢上的这样的一个 箱体当中 血厢的箱体的话 那么靠近下延 找机会点 靠近上延 找风险点 所以说这个位置 从 不管从哪一种角度来讲 就是有的时候呢 看着上涨 但是呢 确确是不是好的买点 有的时候呢 调整下来了 那么调的什么 什么调的过程很重要 什么方式的调整 它是机会 什么方式的调整呢 它反而是风险 好 这是宝泰龙 好 那么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像富瑞特装 好 那么富瑞特装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这一次购物 咱们前面给他讲到 它是属于平台 尚且没有突破 所以说呢 对应了向上 反而不去追 因为呢 不管是前高前高 节点 它是一个压力区域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个视角的话呢 对应了 像富瑞特装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小周期而言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50来144天均线的拐点处 那么连续两天都出现十字星 而且缩量 那么呢 多方的能量稍有衰竭 60分钟的话呢 防范的是顶背敌 所以像富瑞特装的话 这个位置 它也是面临电盘的节点 电盘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呢 不知道 但是呢 在这个节点的话呢 不建议 去追 好 对应的话呢 如果说 能够来一根带量的阳线 把上一线的位置给覆盖掉 那么它又重新回复的强势 好 这是富瑞特装的一个技术表达 好 那么以上的话呢 其实都会发现具体个股具体分析的一个视角 好 那么呢 它的一个呃 坚守的一个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是呃 技术关键会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呢 来不断的去跟踪和应对 如果说呢 咱们再回归到刚才讲到的几个核心内容 那么呢 所有的逻辑预期都要通过资金来起作用 如果说呢 整个板块或整个个股主流的几只股票 都是属于说量无量的状态 那么呢 你你再不信邪 你自己再有再高的期待 它还是不涨 它还是没机会 如果说有资金不断的涌入的话呢 那么它的机会就不会少 所以说呢 看它资金的持续性 第二呢 所有的判断都要以十一走势为准绳 就是你自己内心向好 但是它已经走坏了 它已经呃 出现偏离五军了 该减之减 或者是已经出现趋势线的一个破位了 那么呢 当立场之立场 当降立仓位 当降立仓位 不要去死扛 不要去侥幸 不要去不信邪 股市专制各种不服 好 而且呢 所有的判断来讲 主要是人做出主观判断来讲 那都是有可能会失误的 所以说呢 以实际走势来不断的去校正 我觉得呢 呃 一时的 就呢 一时的这样哪个 判断 或者是一时的这种决策 呃 失误 或者是犯错 我觉得都不都不可怕 真的错了不改 才是可怕的 好 一厢情愿的遐想片子 是妄言不信邪 都是要吃大亏的 然呢 具体到方法上面来讲 那么呢 从三个要走资金 风向标 这个趋势代表什么意思呢 一个板块 想要走强 想要有持续性 那么他需要 除了龙头个股 除了风向标走强之外 他还需要有陆陆续续 有卡位的 有小地可以跟 然后的话呢 走出这样的持续性 那么整个板块才有持续性 所以说呢 他是层层低进的 例如说呢 像轻能源里面 如果说 每几能源明天都不能去涨停了 那么他自己要么是冲高回落 或者是出现这样的高开滴走了 那么整个轻能源方向的话呢 也不见好的 但是呢 对于大的方向上面来讲 更多的是轮动 后面会反复 那么具体个股的话呢 把握他具体的一个节奏点 好 不要呢 不要呢 因为因为美景能源涨停了 然后呢 就万分去遐想 然后想去追高 也不要因为他的一个一时的调整 就就认为呢 他就是万劫不复了 还是不断的去跟 尊重走势 尊重市场的一个特征 像对于美景能源的 对于轻能源的话呢 咱们其实从7月18日 美景能源 7月20号 美景能源后部部分 福瑞特庄 7月23号 美景 宝峰 后普等等 然呢 7月26号 当时呢 对于7月份 有一个1.91的捷径的影响 好 7月31号 美景 开梅特器 宝峰 后普 福瑞特庄 那点停 8月3号 好 其实呢 对应的 嗯 这个跟踪的过程 应对的过程 才是交易的一个核心 交易的魅力所在 好 那么再给大家举一个反例啊 什么例子呢 例如说像 增券 前面的话呢 例如说像方正 增券 好 像东方增券 东方增券的话呢 那么他当时作为市场的率先涨停的个股 而后呢 第二天涨停 涨停但是没有封注 没有封注的话呢 他的也是缩量的 那么 风向标准形不成 那么整个板块就很难有持续性 再加上呢 整个增券板块干嘛呢 整个增券板块又出现这样的一个 缩量 就是量能他没有得到一定的持续 好 量能没有得到一定的持续的话呢 对应的 好 量能没有得到持续性 然后呢 风向标也没有形成 所以说呢 他也没有持续嘛 那么对待轻能源也好 对待任何板块啊 都可以从这几个维度 整个板块方向的资金 成交量 然后呢 风向标有没有不断的形成近期 然后呢 有没有代表性的个股不断走强 这样的话呢 他才可以深挖 否则的话呢 他就是轮动 轮动的话呢 就要建好就收 不能 恋战 好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